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我们的歌三半决赛 决赛都在一起录制完了 也就是说第11期第12期两期都录制完 这两期的歌单是真的很经典 有很多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 喜欢经典音乐作品的人 应该会在这两期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这两期在一起录制 一共五组歌手 这五组歌手是 大张伟汪素龙的魅力有限公司组合 肖敬腾和张碧晨的肖章组合 薛之谦和垂娜丽莎的健美组合 林子祥和胡夏的牛奶小胡子组合 戴佩妮刘雨宁的玉泥走天下组合 周比畅与单一纯这一组没有参与录制 原因已经写在上一篇文章里了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翻阅 这两期是这五组歌手都分别演唱了两首歌曲 分为第一轮比赛和第二轮比赛 第一轮比赛有朱立直的分数比拼 第二轮没有朱立直分数比拼 歌单是 大张伟汪苏龙我爱洗澡大娱乐家的深情就是个笑话 肖敬腾和张碧晨爱人错过你 薛之谦和垂娜丽莎火柴天堂病态 林子祥和胡夏决定男儿当自强 月家长路漫漫伴你闯越 戴佩妮刘雨宁矜持潇洒走一回 从歌单可以看出来 大张伟与汪苏龙组合选出来的歌曲 和他们的气质是特别符合的 其他组的歌单基本都是经典之作 大张伟再次把有趣、搞乖、多元化搬上了我们的歌的舞台 第二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改编 汪苏龙有一首歌曲叫做《大娱乐家》 大张伟有一首歌曲叫做《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 最终合并为了一首歌曲 肖敬腾和张碧晨的歌曲之一病态 这首歌曲是薛之谦的作词的一首薛世情歌 林子祥与胡夏唱的两首歌曲 也都是林子祥原唱 这些歌曲中 《男儿当子强》、《潇洒走一回》、《火柴天堂》等都是经典之作 相信经过这三组的改编 创作一定会有新的元素加进去 可能再会产生我们的歌这个节目中的经典之作 五组歌手通过选歌就可以看出来是很用心的 尤其是林子祥胡夏这一组选的歌曲 两首都是林子祥的歌曲 戴佩妮刘雨宁选的两首歌曲都不是他们俩的歌曲 这也可以看出 老前辈歌手代表作是真的多 随便拿出来一首演绎都能让其他歌手的作品黯然失色 最终两轮结束之后 林子祥与胡夏这一组也是成为了今生拍档 今年的我们的歌算是最没有悬念的一季了 从最初这些歌手在分组之后 每一期的比拼 其实就已经招式了四强组歌手 周比唱单一纯组 薛之千锤纳丽莎组 戴佩妮刘雨宁组 林子祥胡夏组 I组两组 B组两组 而林子祥这一组也很明显的冠军的位置了 就林子祥的乐坛剑术和位置 以及出道的时间 再加上现场表现很难不成为冠军 每一期的助力值基本都是第一 或者第二 其他歌手也都尊敬地称呼林子祥林老师 或者Lam哥 就这样的位置 如果在这个节目不是第一名 哪怕是第二名都会失了面子 最终我们的歌三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如果说有一些不完美 就是在决赛场中没有看到周比唱和单一纯的影子 如果他们在 周比唱再来一首唱跳的音乐 那现场一定很好看 如果是六组竞技 其实能获得更高的收视率 毕竟很多粉丝都会喊着 没有周比唱 我就不看了 没有单一纯就不看了 这样的人 很多 所以 最后两场的收视率是会更高 还是会低 其实这是一个悬念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订阅 咱们下期订阅